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爱华大师说谷 关胡慈气的第186集 也就是第186件 今天 应朋友的要求 把以前曾经展示过的这么一件壮怪 再给各位做个介绍 那我们眼前的这个壮观是有款 我先照给各位看 我昨天已经抛了好几十张细节的照片 整体的有细节的照片 我先转一圈看看 这是目前仅见的 画有这种诗文 而且是非诗文这种异兽 有的人称为异兽 就是戴翅膀的兽 有的人是称为神兽 就是有神 就是很神奇的这种兽 还有人称为什么 诗文 还有人称为什么 你看他那个中毛 这两只狮子 一只抬头的 一只低头的 一只向前冲的 一只要准备弹跳之前的那种匍匐 就是说 人要能够跳得高 必须要能够先蹲 就是他的蹲 诗跟虎都是最会用铺的 我们眼前这就是 诗跟虎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你知道 因为除了他身上的斑纹之外 最重要的就展现在他的这个 诗文强调 他是有那个中毛 所谓的那种猎毛 有那种猎毛 换句话说 从汉朝开始 诗文传入中国之后 诗文传入中国之后 跟中文化的一种结合 就变成一种瑞兽 就变成一种神兽 带来祥瑞 所以我们过年过节到 武龙跟武师 诗子随着这个佛教文化的兴起 所以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 不亚于 我们中国第一神龙 所以我们过年才有武龙跟武师 所以各位看看 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是用苏玛丽卿画的 身上的那个所谓的 诗文身上的这种笔触 这标准的是 永乐跟宣德时期的 永宣时期的那个小笔图模 有的人不要在那边假聪明 说这是重复涂抹造成的 人家不给你大格局的人 不给你谈什么结晶班 不给你谈什么苏玛丽卿的运散 那是基本条件 在永乐时代 苏玛丽卿是它主要的用料 官邀有些官邀池里的主要用料 那是必然的 但它调配一些国产料 它调配的有时候 调配的好的时候 它的运散效果是有 但是是在控制范围之内 它调的不好的时候 它运散得很厉害 画面也哗哗哗哗哗 结果我们一个画家画画 张大千他也有得意的画作 他也有比较失败的画作 真的太失败了 他就把它没收掉 他就把它撕毁 就是最得意的杰作 他会增长起来 办得意不得意的 它就在市场上流通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 从珠山 从景德镇 他原来玉瑶厂 考古出土的这些瓷器里面 残片里面 你不能以那个为绝对标准 那个是一个什么 相对标准 不是绝对标准 因为什么 它这个残缺它才被打烂 以有生命的角度来说 那些都是基因 产生的问题 所以它不让外流 它把它消灭掉 那是本身基因就有问题 那可以作为参考 不能作为绝对 那有很多都运上的很厉害 运上太过头了 它不行 它画面就脏了 画国画的人都知道 画水墨的人都知道 最怕画面脏了 因为水墨是这样 水墨它不像我们画个油彩 它不像我们画一个西方的油画 它可以画满 它可以用各种颜料去修 它可以去补笔 我们的国画都是用水墨 非黑即白 青花也是一样 非青 英文讲blue and white 你就知道 这种两种颜色 它画在白地上 或者是什么 留的白花 留的白纹是在青花地上 所以它只有这两种选择 blue and white 就跟水墨这样 非黑即白 所以它不能脏 它一脏了没办法补 给我学过画的 像我们开过画廊的 我们敢讲这句话 所以太脏的那些都要被敲掉 假的没有被敲掉的 那也是在边缘或 恰恰60分 过了60分 没有被敲掉 就不能以那些作为绝对的 像我们的画面 我们这是标准的画面 有运散 有流淌 有流动 你看我照的细节照片 但是不会给你觉得画面 脏兮兮的感觉 黑之斑点到处都是 那个东西是讲不过去 我们从人性的角度讲 你一个有钱人 你贵为皇帝 你会搞一个脏巴兮兮的东西吗 不会的 是吧 好了 我们这样 为什么叫做壮观 为什么叫壮观 你从字面上解释 它就是很壮嘛 它就是很粗壮的一个东西 清空档案里面 还把它写为提手边的对壮的状观 所以不管是very strong 还是对壮的 那个壮 它都是强调它是什么 是一种粗犷的东西 OK 我们知道它是粗犷的东西 所以它的气型 除了这保住顶盖 这么像钢盔一样 像是 对 有一个说法说 到了清初不是大量流行将军观吗 将军观的造型 就有一点点模仿 就是壮观 就像一个将军 我们壮观也是 像个将军身材魁梧的这样 带着什么 带着那钢盔 所以这就是壮观 给人家产生的一个联想 好 把盖子先拿掉 我们介绍它的气型 看到盖上面是一个宝珠脸 造型很漂亮的 很漂亮 但它又不会给你觉得很笨 你看它 我画的这个四朵折子脸 很漂亮 四朵折子脸 折子脸 是不是 它有没有蕴上 有没有流淌 有啊 可是它不会这么碍眼 就不会这么扎眼 太过于那个流淌 刻意的那个 要不然就假的 要不然就当初的时候 本身就是个瑕疵品 说不定它只是超过六十分 我们考试也知道了 考试及格 几分 有的人一百分 有的人九十分 有的人八十分 还有人降降六十分 各位懂得这个道理吧 我们不去做批判 但是我们是解释这样的一个道理 各位各位瞧瞧 这盖子也做得什么 非常的典雅 它壮是壮 但它还不是典雅 好 我们现在讲它的气形 讲它的气形 它是圆唇口 这边不尖锐 带点圆 就像煤瓶那种 带点圆 圆唇口 像人的嘴唇一样 然后什么 短直颈 短直颈 然后什么 斜折肩 它有一个小折肩 斜折肩 然后圆柱 圆筒 它是一个圆筒形状的一个腹部 圆筒形状的这么一个腹部 然后到了进步的时候 到了小腿以下 进步的时候 折收 向里面折 内折收 然后大圆竹 所以它的圆竹跟它的圆口之间 差不了多少 比例上 比例上大概誤差值不会超过10% 就是10来怕 这样的一个上下相当 在古代我们称为什么 在青铜祭司的时候就称为尊 你称为他为尊 其实也可以 但他就是 就是 以清朝人 那时候习惯称话就称为壮观 你看那个清朝的皇帝 有时候用话都是比较熟悉的 比较直白的不说熟悉的 像他们讲那个 以前讲那个玉虫 像乾隆皇帝叫玉虫叫什么 叫杠头 他以为是什么 像杠子头 所以他那个台教夫 怕伤到肩膀 杠在那个上面 来垫肩用 杠头 他最早是对他那个是这样的一个称职 所以 清朝时代的王子 因为我也带一点东北人的学童 我又长于眷村 以北方人为主的眷村 所以我很了解 那个东北人 老一代的东北人讲话很直白的 很直白的 东北人讲话 石头他不选择 石头 石头 东北大马也都是各个的 年轻的时候漂亮 到老来的时候是蛮威武 管事啊 所以 当然又讲东北虎 东北人就很直接的 那标标准准的 就是我们这个壮观的一种形式 从明初永乐时期 创造了这个气形 这个气形是根据中亚西亚 伊斯兰国家贵族用的金银器 用的金银器衍生过来 他照到金银器的形状这样做 所以从永乐的时候开始 我们的宣德是继承他爷爷 继承他爷爷的这种气形 所以他整体上 大体上 不管是北京故宫的 或者是在他的这个艺术博物馆 都一样 大体上的造型都一样 不过尺寸有别 尺寸有别 像我们的尺寸算是比较大 像他在河北艺术博物馆的尺寸 就比较小 好像只有18.7公分 但他们都没有盖子 北京博物馆的那个盖子 被耿宝判断 是出在我老家 我们在北京的家 就在西四北 就在茅家湾 对 没错 茅家湾以前就黄城根 黄城的西北角 那边是上万的瓷片 官窑瓷片 后来被挖掘出来 那边是除了在玉窑厂 考古出土之外 第二打的 他实际在宫廷里面 就是说有些毁损了一些 或者怎么样 这有什么理由 他把他掩埋 集中掩埋在 所以现在成为学者 在研究的重中之重 因为他就在黄城圈 他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那边就有出土一戒 像这样的盖子 宝珠顶的 壮观的盖子 唯一差别在那 我们是折之脸 它是禅之脸 而它旁边 我们旁边是忍东蚊 忍东蚊 就卷草蚊 它旁边是什么 小碎花 乍看也是很像 就一个折之 一个禅之 它是禅之脸 我们是折之脸 而且看起来都很典养 不过我要讲到说 我们这两件诗蚊是特别特别的少 你在观摇词期上 看到有这么漂亮的这种诗文 一般来说就是异兽 异兽 戴翅膀兽 那时候又叫成化词期很多 你在宣德时期 有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一个 一个 怎么讲 具有画意 具有幻想 具有非常非常多的 可见的是什么 宣德是成化的爷爷 从宣德开始 他就充满了这种画意 充满了想象 充满了艺术 充满了文化 充满了那种什么 那种 因为他们明代的帝王 他信奉很重要的一个比例上 他们是道家思想 就是道教 他们对这种神灵 对这种神兽 心中都 都有一种幻想 都有一种崇敬 所以你可以从他观摇器 上看得出来 你看 成化的斗产 实际 上面那个海兽 或者什么 还有什么飞象过的 还会飞的象 还会飞的天马 带翅膀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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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翼龙 就称为印龙 还是印龙 也是翼龙 你看 我们这两 这两只带翅膀的狮子 非常非常难 而且霸气十足 你看 而且都面对的是什么 富贵吉祥的牡丹花 各位看到牡丹花画的也很有画意 这是很有画意 非常有画意 从他的神兽 从他的带翅膀的狮纹 狮子纹上面 加上我们画的牡丹花 还有我们的骑石 胡石 坡地 在在都显示很有画意 那肩部这边呢 是画的蝉枝的 林枝如意纹 蝉枝林枝如意纹 那短枝井的地方是画的什么 就是井纹 就是他还有像故宫 我们先看看这几天器物都是这样 有画完全画井纹的在北京故宫 有画蝉枝莲纹的 主体是蝉枝莲纹的 那在北京 艺术博物馆 但是多多少还画诗文的 都在我家 但他多少都残留一点 他们的这个所谓井纹 他们有的是通体井纹 我们正在短枝井的地方 呈现出井 所以他也有一点了 他意中求同 什么 同中又有意 意中又有同 所以我们看一件东西 他一个朝代 他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 当然他相关器物 他延伸的发展 当然他有个脉络可去 我们这个什么 圈竹的外面 他的画的就是什么 回字文 而这回字文是标准的 永轩式的画法 带有那个粗犷 像现在哇细细的 很金的那个 那是不对的 我们从我们的井纹的特色 跟我们回字文的特色 就知道这是永轩实际跑不掉 再加上他中间的主体文士 主体文士来那种 那种画 那种画 画意 我们不去看他运不运闪 我们看他那个画意 这不是一般民谣 或者不是现代工匠能够画得出来的 能画得出来 所以在在的显示 它是一件当代本朝的官邀器 就如他款式上写 大名宣德廉治 他还有最后讲一句话 我马上去吃饭 我最重要的最后交代一句话 为什么要重复了提要 可能这是一件 目前来说的物品 将来陆续都会长得到 一般壮观都是什么 底足都是有用 我这件是沙底 唯一发现的一件沙底 而且这是铁正正的 这个这个这个 人家说 什么易照 易不易照 你堵不过专家的眼睛 这个我20年前收的 20年的时间我来研究这些 我还研究不透彻嘛 所以我特别不隐藏 我特别多照了几张 有关他的底 这是唯一目前发现的 带沙底 而且 两个唯一 一个唯一发现什么 带翅膀的 狮纹 而且是一对 狮纹跟牡丹花 这是他的唯一 目前发现 我只敢说目前我知道 唯一 第二个唯一就是 他是沙底 他不是右底 他是沙底 各位瞧瞧 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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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沙底 以目前来说 是唯一的这么一件 我转到那边 另外一只狮子 另外一只狮子 沙底显得更壮硕 更壮硕 给各位再照一下 再照个几秒钟 给各位瞧瞧看 这是不但是值得增长 而且值得继续再研究 因为我记得 哪一个专家讲过 这个壮观 没有沙底 我这边就有一件 是沙底 你说他仿 他这样仿 他做底 他底再加一刀用 那么简单的很 他其他地方 他花了这么大精神了 他会什么 他会插那么一点点吗 人家有句话 牛都被牵走了 还在乎那只鸡吗 他不会省那一道工序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就是盗带 而且盗带是有款的大名 宣泽联制 这么一点 经得起时间考验 不管你演学的专家 或者你所谓的量子力学的 这个渐进学的专家 当然量子渐进学 我最近看有个朋友 通常能报道 还在研发中 现在还不是一个定案 但他将来未来是可期 我们都经得起这个考验 我们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我就把这件器 为什么大家重视这件 叫我再讲一个 我就再讲一个 而且西沙底 我也照给各位看 这么一件壮观 是目前的唯一 而且我跟壮观有缘 他从毛家湾出土的 就是这个器杆 差别在他是禅之连 我这是折之连 你说这个是冥冥之重 他挖下那个地点 就是我老家的地点 北京的毛家湾 毛家湾一号 我老家就在那里 所以这是一种原本 这是一个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候 我心里好像有种触电的感觉 这是一种心电感觉 对啊 我手边唯一 我也只有这么一件壮观 感觉那盖子 他是缠之连 我是折之连 而且都很典养 那种感觉上 那味道是对的 那个feel是对的 今天说到这里 有空再说 我要去吃饭一下 去忙一下 谢谢各位